接下来关注在中国大陆A股一个非常轰动的话题 就是中国的电信龙头中国移动 他在川普任内的时候 被以公司属于中国军方或者是控制的企业 那么列入了美国的投资黑名单 那在2021年5月在美股被摘牌 他现在回归中国大陆A股上市 发行价人民币57.58元 预计募集资金要冲到人民币560亿元 这个IPO是中概股的回归指标 除了美方的制裁外 中国大陆自己从2月中开始 会上录一个网络安全审查的新规定 掌握百万用户讯息的网络平台 以后要付海外上市前 必须经过中国官方审查 疫情之中难得见到交易所大张旗鼓 举办上市仪式 上海证券交易所5号迎接大陆电信龙头 中国移动回归 确保2022年底前 基本实现全国乡镇以上5G连续覆盖 系统构建 以5G算力网络 智慧中台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强调公司未来重新 仍是5G建设 招股说明书上也提到所募集的资金 一半都将用于发展5G 中国移动这回IPO 如果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 预计募集资金高达人民币560亿元 荣登A股近十年来最大规模项目 但交易首日股价差强人意 听那个股评在说 那个那个议论上面都是说 中移动要破发的呀 现在没破发已经很好了 谢谢谢谢 所以而且这个盘子又大 所以想破掉算了 众签股民 见好就收 萧小获利入带 由于中国移动 这次在A股发行价为人民币57.58元 比公司在港股交易价 约人民币37元左右 告出不少 市场认为投资人可能因此却步 最终上市首日 惊险保住发行价 小涨0.52%作收 除了股价表现外 中国移动A股上市 更是中概股回流指标 1997年选择在美股上市的中国移动 在前美国总统川普任内 被以公司属大陆军方或控制企业 列入投资禁令名单 去年5月中国移动遭美股摘牌 确定下市 随即启动回归A股计划 大陆资本市场张开双臂 赢回自家企业 加上去年也回归的中国电信 以及本来就在A股的中国联通 大陆三大电信商都已齐聚A股 内地下个月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规定掌握大量用户数据的公司 到国外上市之前 必须经过安全审查 大陆国家网信办联合13个部门 发布新规 从2月15号开始 明确要求掌握100万用户讯息的 网络平台 赴海外上市前 需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而这项规定也被业界称作是滴滴条款 要将数据牢牢抓在国家手中 大陆网络叫车平台滴滴出行 去年就犯此大忌 遭官方下架25款APP 最后黯然宣布要从美股下市 现在白纸黑字网络安全审查规定出台 更是断了一票大陆网络科技公司的美国梦 去年底第第首次披露财报 第三季亏损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现在监管带来巨大冲击 中美之间攻防也搅乱了资本市场自由竞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逢眼中 好